恒指如期重升 阿里巴巴 是不是真的有风耀了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恒指下周怎么看154期 我是Lilu 今天是6月10日 祝大家周围愉快 恒指的周圣图 我们在上一期 跟大家说了周圣的秘密 说了历史层 指的是第三次七年因的走势 之后市场会出现我们的反弹机会 如果历史重现的话 前一期说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会提升的可能性 我们都同一回说了 今期我们也知道 次数真的升了 升了之后 我们怎么去应对 或者说我们应该继续积极的看好 还是说需要沽出首台的股票呢? 阿里巴巴在这段时间里 跌得比较多 就是在前面 落下来又回来又回来 它假升之后回落 回落之后又回到这个重要的支持位之上 为什么是重要支持位呢? 我们一起讲一讲 好了 如果您是首次收睇 去订阅分裂频道 可不可以SharkHK 打开个小钟 有更新才可以及时收到 我们今天用到的实践指标 会用到动体筹码指标 来看股票有没有转勢 是庄家的成本位 庄家MCD指标 看回庄家现在的动向 筹码分布来判断股票 有没有税位值不值得博 博了之后 它的目标位在哪里 一目表现 这样炒股才可以帮助我们 带赠小赔 好了我们看看 今天的内容 原则声明 刘母子做指标的影视 手工任何股票 是不扣成任何推介建议的 投资者应该意识到 市场交易存在风险 好了下面的案例 是很多朋友问的 我一起来讲一讲 打开了 阿里巴巴 为什么说阿里巴巴 在这个位置的操作呢 你可以看到它 这是它的 这是周圣图 周圣图我们看到的就是 已经回到这个 重要的支撑位了 大家看到吗 就是 打回这个重要支撑位 然后反抄回来 和行指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位置为什么 为何是一个重要支撑位 之前我们说过 行了这个头巾底的走势 没有回来 这个位置穿了 马上又回来了 看到吗 所以这个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因为股票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打到它又受到支持 抽升分 打到它支持又回来 打到这个位 破了即刻又回来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本位 想破了它 是有能度的 那既然是这样分到这个位置 我们去看好 看好呢 我们去看到左边的左力 比如说这里 看到吗 前面这个位置是否回来了之后 它第一个作业位在这里 然后回落 所以这里反抽的时候 第一个作业位在这里 看到吗 这个是阿里巴巴的情况 你看一下 阿里巴巴 它是日圣图呢 这是周圣图 这是之前画的 而且整体的 动态筹码 但这边的指标筹码的最强风值是下跌的 就是整个大的控制 未真正的 就是未真正的 完全的话 是不好了 因为之前这个突破了平台 回踩反抽 回踩又反抽嘛 所以现在有一个反抽的动作 左边的89元8毫是它的阻力来的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这个位置 已经来到 阿里巴巴 已经达到46.5 未到强势区 所以下面的大资金 我们可以看到 增加中 在货 割肉減少 所以周圣级别的反弹 日圣图 上周已经反弹了这几天 反抽后回落 在货持续割肉減少 下面这个MCD指标 绿色在货 持续割肉減少 这个线往下 就是这个 在货平均直向下 在货是减少的 非常好 然后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overbite 超米的状态 风险区的位置 这个风险区 接下来它的目标位 它的阻力位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通过筹码分布 你可以清晰看到 搜尾比较大 阻力位是 847.06的位置 847.06的位置 是它比较大的阻力位 OK 我们进去 换成普通的阴龙族 现在就是送面这个阻力位 现在就是送面这个阻力位 对吧 将它 阻力位就在这里 847.06的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 星期五的时候 一条羊竹 用十节线 代表一个反击送工的动力 下面的庄家之间 没有但在货是 角欲感受 星期一 如果它突破到 这天的最高位 它会分到847.06的阻力 才会继续往上冲 但是为什么 它是否有风险 非理性的上升呢 就是两头 要脱离 即是 脱离了超买区 回落 要脱离 即是继续突破往上 那怎样去看 是突破 还是 现在来看就是 在货是角欲 下面有支撑 813.05的位置 阳竹 上面的水位 847.07的位置 所以是一个 反攻 即是继续上攻的这个动作 正数就是 应该是往上的这个动作 因为是货持续角欲 对表 一部分筹码 交给了谁 暖炒之金 所以是往上 当然了 如果它 居升不升 就会变大点 这里需要关注 后期的章 是否有真正的入场 我们可以继续去观察 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时候 已经和他说了 这套 《机构复盘新思维》的图 基本上已经说完了 所以 如果之前 之前 哎呀 我还看回 现在得回 可以重看的 得回是 这一图 和这一图 这一图 已经说了 所以 前面错过的 想看这两图 去按影片左下方的链接 去报名 即是看的 好吧 按我们影片 这个 影片左下方的链接就可以了 OK 继续看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在这里 我们各位朋友可以清晰的见到 周圣图 周圣图 先从后短 告诉他 先看长周期 最看短周期 我们可以看到周圣图的走势 已经来到什么位置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同样的 这个走势 击穿了 马上又分离了 看到吗 当然这个下方趋势 它是未真正的 改变的 你看 通过它 右击 中一个 先按走 好 封锁 用选择 等被期限 好了 出现之后 你画线 就可以 你看 对 对 对吧 对吧 现在是这样的走势 送面 左边的支撑位 这里 对吧 对吧 所以它的空间就是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 附近 就是这个位置 周圣级别的 后期如果真的可以穿过去 哇 就是真正的 市场的机会 后面会说 哎呀 继续穿 我们是 垃圾了这个位置 一方面看 我们可以看到 外围市场 和送证的 手势 都是利好我们的股股 那我呢 是倾向这个位置 网上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筹码的风值在下方 对表 成本位 都是下方 未真正的 未走 未移动到高位去走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市场被机会 就千万要捉拙 啊 我没陪错过 好吧 我们过一两个星期 回来再讲分 就是再会顾份这里 你就会清楚了 好 看分离 这里呢 讲一下大家的 目标 700 700 基本上和它是同步的 动作筹码指 转黄是上一周 上上一周 所以上一周 上一周入场 就是做这个反弹 下地的大资金 有首尾增加到两周 持续两周是增加的 那么它日圣图 在复角欲 感少 在这个位置 暖期都是一个超买区 刚好到前期的这个平台 未真正突破到 看下来可不可以突破到 当然如果它已经脱离了超买区才回落 好吧 后期我们需要关注 在复角欲得多不多 如果依然是这么多 就会差跌 有朋友问 bilibili9626 bilibili 作为 我们 局内 中区股里面 比较重要的 科目股当中 短视频 即是视频 类的 这个 公司 列到很多了 列到很多了 来到这个位置 它都是同样的 下地的筹码分 大家看看 下地的那个 将它 拖到现在 大家去看看 从低位 从低位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上来回来之后 下地的 货 感受得比较多 看到吗 这个位置感受得比较多 就导致这个位置的反弹 而且 峰值位 还是下跌 所以 已经突破了 最重的峰值 说明它是有 这个往上 冲的这个动力 那我们看一下 它上面的阻力 大家 通过这个筹码分布 一眼一清 而坐就可以看到它的 阻力 第一个数据位 134元 1号4 第2个就来到这里 147.05 所以后面在货 各日得多 就可以分到 这个这个 这个数据 如果各日得少 就没办法 好吧 这个我们需要去 留意的一种东西 应该比较清楚 所以用了一些工具 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 现在已经是 科技的时代 AI的时代 我们的速度工具 指标工具 都要不断的升级 和 更新缓队 所以你手头还没有这些 去帮助你去看 即是 投资的时候 帮你看看这些市场的 真正的本质的时候 需要去 差点时间去了解 好吧 有人说 那我可不去了解一下这个 可以的 你按影片的左下方 连接 去参与童的时候 都可以慢分 按影片的左下方连接 去报名 好了 看回来 941 作为 中特股 中特股 中特股里面的股票 就是这个 这个概念里面的股票 前面 中特股票 最近 趁着股票 反抽的时候 他 但会没有走 已经过5时15 又增加了 所以是一个 继续往上冲的动作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筹码的最重峰值 是比较高的 下面这个位 63元5毫 是他的一个防守位 OK 嗯 好了 看看 下一个朋友问的是谁 中心局济 汇丰 九万一可以说是这个办法在我们通讯类股票里面 重要的股票 但是它表现得一般般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吗 我将它 弄清楚点 大家去看清楚点 你看 各位朋友 我注意看到的就是 好了 刚刚过了前面这个高位 是跌穿了 看到吗 那说明怎样 当成了红串黄 是6月8号 所以9号 防高星 走一走 等了之后呢 我们说 星期五的时候 已经跌穿星是最低位了 星期一都是一个防高需要 避免一下的这个时机 何时才真正好 庄重新来 在防御水果肉 它才会好 汇丰 汇丰的话 我们之前一直也有说过 它来到前高阻力的位置 昨晚红色 超买 斗资产连续感 虽然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位置 59.07 即是星期五的最低位 千万不要跌穿 一定要注意这个位 好了 美股的阿里巴巴 因为港股的阿里巴巴 和它都是联动的 都是相关联的 现在它也是在做超买 Operbuy的这个状态 在福国预得不多 星期五还增加 如果它 转了 黄色 脱离了这个超买 就会落得比较多 所以需要关注这个东西 它在科技卷并 Tesla 当然是比较 没那么厉害的 不是很厉害的 股票 跌落后的 你看Tesla 知道吗 爆了上去 列口 直接上去 但是 高位送中的列口 就需要怎样 加上去 对对 这里我们要讲一讲 今天我们和它 带来一个 全港唯一的图 已经讲了 你已经错过了 只能够看下一次 我们的图 所以还没报名参与 可以去参与 好了 看回来 这个Apple Apple 苹果前面也说过 这个位置 抽升到上去 一直都没有列穿前面这个低位 有没有列穿 这个收市价 177.82 177.82 有列穿了前天的最低位 列穿了前面这个 但会减少那天的最低位 所以这里应该逢高 吃前面 但星期五的时候 怎样 假的阴着 简直又上来了 当然了 有没有入货信号 没有 因为它收市价 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星期四的最高位 没有 所以 回落分的时候 大会最重新增加的时候 你才可以入 现在只是 等待 看的 情况 好吧 看一下 这批 非常火爆的股票 谁 英伟 英伟特 英伟特 大家可以看到 爆了上位之后 在这里 配备了一段时间 但它的话题 很热闷 大家也有 讨论它 在阻力位 在列口上 在培会 看到吗 这样的情况 但是它持续感少 拉高 持续走着 所以呢 然后呢 怎么办 而且筹码峰值 慢慢 随便移动 所以怎么办 如果星期五的 绝对它 一定穿了 试动 试一试 不用全部走 因为它整体的桩 还是各项充的 看看后边的桩 是否重新 重新 OK 这个可以看到的 美股方面 你看到 纳斯特克板块 纳斯特克指数 充到这个高位 假的阴烛出现了 但是今天仍然是增加的 星期一 我们关注星期一的收市价 只要收在 这天的最低位 星期五的最低位之上 我们仍然是安全的 对于我们港股 就是利好的 如果它 跌穿了 跌了下来 那它就有一个调整 因为它刚刚 露了前高的位置 是有阻力的 很正常的 好 好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可以按下 like和在下方留言 可以留言 写下你的 关注的股票 或者问题 都可以的 我们下期同一个做计计的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